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做是许多人最为常见的一种姿势 许多人上班久坐的时间可能高达八九个小时 但错误的坐姿会对咱们身体造成许多不可逆的损伤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几个常见的误区 误区一,长时间低头 对于久坐的人群来说 无论是打字还是玩手机 都会出现长时间的低头 这种动作严重的影响人体的脊柱的健康 这个姿势如果时间过长 就会导致颈椎的僵硬 改变正常的生理趋度 久而久之会造成严重的颈椎疾病 误区二,弯腰驼背 弯腰驼背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咱们走路上 许多人在久坐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长时间的弯腰驼背会轨积柱和腰椎造成压力 时间长了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所以在久坐时可以找一个靠垫 垫在咱们的腰的后方 避免腰部出现悬空 五曲三是翘二郎腿 相信这个习惯不少朋友都有 但这个动作对于人体的损伤是极大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 会导致这种韧带的肥厚膝盖的疼痛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膝关节炎 出现肌住的侧弯 危害咱们身体的健康 其实身体保持坐姿的时间过长 都会影响盆腔和四肢的血流动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避免久坐 适当的活动一下 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 都可以点赞留言告诉我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